红方 王旭勇 中国 年龄27岁 身高1米83 体重96公斤 最好成绩 2004年全国锦标赛 85公斤冠军 长城之巅 霸气冲天 蓝方 牙牙归来 土耳其 年龄34岁 身高1米81 体重95公斤 最好成绩 2004-2005 WKA 90公斤 世界冠军 我叫我ibel 国粮k 来回家里加爆再次运动 以特殊 最后一共最终中居住 首先有请欧洲联队 哥斯拉川普雅牙牙归来 压压归来 身高1米81 体重95公斤 35岁 来自土耳其 最好成绩 WKA WPKC世界冠军 战绩71战 60胜 37场KO对手 11副 这位蓝跑勇士 叱咤WKA WKCC 世界冠军 压压归来 接下来登场的 武林峰连队中方勇士 小霸王 王熊永 王熊永 55战 43胜 30场KO对手 欺负5平 2004年 全国锦标赛 85公斤级冠军 好的各位观众 这里是武林峰 响彻长城 中欧对抗赛 第三场比赛 巅峰之战 有请场上执法 唐红涛 第三场比赛 开始 开始 叶宇 开始 看 外伙们 这是武林峰享受长城的第三场专业比赛 红方小霸王 王旭游 蓝方 手中连队 鸭鸭 好 由于那个地面失滑 所以两位打起来呢 和平时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是啊 尤其是那个蓝方鸭鸭呢 他从头泰拳 开拳是硬打硬上 对 开 好 双方同时倒地 压压的体重比王旭勇要重十公斤 开 由于地面还是有点湿滑 影响了双方的这种技术 尤其在摔法过程当中 王旭勇也是比较擅长摔的 但是两次摔对方的时候 自己都不就是摔着 开 好 三方 一方下来 一方倒地 开 这场之所以好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 鸭鸭小霸王旭勇有的是 2004年全部集合赛 85成年冠军 而蓝方鸭鸭是2004年 达出K的世界冠军 技术非常全满双方 鸭鸭的拳很重 嗯 在第一场 鸭鸭在第一场武林峰 中国拳王正霸赛当中 就是唯一胜的一场就是鸭鸭归来 当时KO了中方的选手李重阳 鸭鸭这个拳特别重 对 所以现场的观众们 包括电视节目的观众们 看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看看鸭鸭他的拳法 但他进入拳边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进入泰国打过头 他有力度的腿打开 停 现在王熊想出腿一样 这腿太滑了 这不出了 出腿半边空啊 他的腿直立起来以后呢 他另外一条腿 这半边是空的 重心条 出了 靠两个高边腿 一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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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南方 开始 王俊阳手下留情 支持 周全大王俊阳 下队 出火了 出火了 开始 开放 开始 二路打 一路打 一路打 一路 二路打 就是 菜子 一路打 三路打 全力打 哥 Members 他 一路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是踢打摔打都有了 这是我们今天这武力风两队 从欧洲联队的第三场比赛 现在武力风两队已经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的2比0底线 好 王旭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摔法 很轻松地将这个鸭鸭四爪在地 现在我看了王旭打得非常聪明 对 还有一个阻线只有一个多闪 有个腿板 快 现在鸭子踩用的这种 开 近战 开 蓝房鸭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武力风 他为武力风的规则包括打法非常的熟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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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看 这叫拳脚向甲 帅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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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是这个王旭雅雅的知道对方推自己的腿 但是呢还是重心不稳 对 无能为力 又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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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太,好 好 Rib ass 是 好 好 王勇勇 这一局打得非常好 王勇勇 打得非常巧妙 王勇勇 打得非常巧妙 是啊 她也没想到王勇勇 这个地面这么狠 这么重 完全通过了中国功务的继续性 这就是中国功务 好 第二局继续到第十 看来鸭鸭需要时间 好好来修整一下 漂亮 好 她在鸭鸭鸭 鸭鸭也学会这一招了 一下子也是地面肯 好 所有人都没想到 在第三局一开局 就被对手摔了一下 是 王勇勇的摔法非常厉害 王勇勇以前是练中国交的 好 王勇勇那个车带随 到第三局比赛开始之后 我看到现在鸭鸭鸭改变战术用 拳 踏车 停这种 腿 不行了 好 好 牙牙坚持 牙牙坚持 牙牙站起来 一 二 六 看来这个牙牙那个 右部的坚固 可能是 拉上或者是拖救了 比赛结果 同方优势胜利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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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霸王王群勇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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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